大家好,我是该爷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散打人物 他就是世界散打王韩玉柱 韩玉柱是汉族人 1982年10月10日出生于北京 荣获2002年全国武术散打比赛65公斤级冠军赛基军 2003年世界散打王争霸赛冠军 2003年世界散打王争霸赛冠军 2005年全国第十届运动会 武术散打67.5公斤级亚军 2006年中俄武术散打轻量级比赛冠军 韩玉柱对散打产生兴趣是来自一部电影《少林式》 最后进入了河南少林武术学校学习武术表演 练习了三年的武术 觉得枯燥无味就选择了散打 练习了一年后到了北京队 刚开始训练时天天挨打受不了就想要放弃 但还不能放弃美法和家人交代就硬练 到了九云会时稍微对散打成熟的了解一些 开导自己练 直到2002年取得了全国武术散打比赛第三名的成绩 并且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在众多的比赛中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韩玉柱的恩师就是北京散打队主教练丹丹孝强 缺凤强、王进锋等一系列大咖都是他的麾下爱将 如果不是资深的散打迷 对韩玉柱这个名字也许并不怎么熟悉 这位乘着散打王莫班车一路呼啸而来 并在擂台上带给观众惊艳的北京小伙子 2003年的散打王擂台上 曾出现了不少名将被挑落马下的情况 而那些能杀出重围成为黑马的则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凌风玉树韩玉柱就是65公斤里杀出的一匹黑马 伴随在散打王赛场上的优异表现 韩玉柱也一步步在散打界打出名气 作为北京队的主力战将 韩玉柱曾先后在中美、中俄、中日等以及首届世界 散打王争霸赛等比赛中斩获夹击 而被不少全迷称赞为少数优秀的外战高手 2005年12月23日晚8点 中国功夫对战世界职业空手道 争霸赛在广州天河体育馆拉开战幕 以超级散打王流腿披挂 刘海龙和散打王中王保力高领衔的中国战队作证主场 迎战世界击阵空手道联盟的五位高手 70公斤的韩玉柱率先登场 与俄罗斯选手艾米尔展开一场五回合的较量 也许是开局位找到节奏 韩玉柱一上场就吃到对手一个下马威 被重击堵秒 调整回来再战的韩玉柱再没给对手任何机会 比赛中艾米尔多次出现身体前倾的现象 这正中了韩玉柱的下怀 由于本次比赛的规则沿用了中国散打中允许击打头部的规定 防守够严密的艾米尔多次被韩玉柱的重拳击中脑袋 而摔法精湛的韩玉柱也一次次的抱起对手 摔倒地面也让艾米尔的战斗力被大打削弱 最终韩玉柱以较大优势为中方先拔头筹 作为散打王后期杀出的一匹黑马 韩玉柱还曾在05年始运会上获得亚军 并在退役后执教北京散打队 与恩师丹孝强一起打造了一支金城强队 近年来北京散打队相继涌现出一大批好手 冷灭判官 王芳坤 光明少侠 赵亚光等都曾在国内国际比赛中荣获冠军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有喜欢的散打人物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盖爷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